一辆汽车撞上一棵树之后 车子是冲出山路 从空中撞进了路边 一栋两层楼高的民宅 是直觉地插在屋顶上 当时屋主夫妇正在手水 事故发生的巨像将他们惊醒 车子距离主卧室的大床不到两公尺 据了解车上有两名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 所幸这起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